苹果用户不是社会底层 有这种思维的才是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9月19号 从华为Mate60上市 到苹果iPhone15发布 整个这两三周的时间 舆论场上可谓腥风雀雨 很多人都让我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其实我知道这个话题流量很大 我也知道怎么说这个话题流量更大 很简单 华为11领先 苹果就是垃圾 肯定流量大大的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 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就知道这不是事实 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是什么样 好像并不重要 立场才重要 最近又掀起了一股 丑化污名化 苹果用户的这么一个风潮 我确实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我只要看到我都滑走 但是因为话题实在太热 还是难免看到 评论区里 评论区里面真的乌烟瘴气 说什么用华为手机的 都是什么科学家 这个工程师 成功人士 军人 什么 这个那个的 用苹果的都是什么 KTV服务员 KTV的从业人员 什么在网吧里出没 在夜场里出没的这些人 你们肯定在各个评论区都看到过 这样的发言 而且非常的多 它的目的就是要营造出来一个 用苹果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好人谁用苹果 可问题是当苹果iPhone15开售 官网又一次当机 依然 依然被抢购一空 现在最快的速度 拿到苹果15 Pro Max的机器 都需要到10月底或者11月份了 所以说现实中的情况和网络上 我们看到的情况总是那么的不相符 之前有某位所谓的这个科技圈的大V向立刚 说苹果手机的 说苹果手机虚标5G信号 然后这个又成了一个苹果手机的罪状 说这个割中国用户的韭菜 我个人是苹果安卓手机我都用 主力机是苹果 然后这个备用机是安卓 我在北京的地铁里头 就是向立刚说的北京地铁10号线里面 我是我 5G信号确实不好 苹果安卓手机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5G会没信号 它会切换回4G 我之前还说过这个5G覆盖这个问题 5G经常会信号不稳定 就要自动切回4G 然后4G有了信号 它要自动切换回5G 反而这个数据不稳定 所以我在外面的时候 我经常去用4G 但这不是苹果手机的问题 我有安卓手机 它也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到底有没有虚标 这个你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支持 而不是你向立刚拿的手机 你觉得虚标了 它就虚标 你要是真的觉得有这个问题 你拿到国家相关检测部门的检测之后 你再出来说 更有甚者 我为演员跑到苹果店门口去砸手机 说苹果这个手机过了 他说他的苹果手机在过保十几天之后 出了各种样的问题 然后他去售后维修 售后维修给他开出了天价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那么巧 他就过保了十几天之后 才出现了这个问题 他去修的之后 人家给他明码标价出来 里面有哪项哪项哪项是坏了 他觉得他那个就是屏幕坏了 其实人家给他标出 还有其他几样坏了 修就会比较贵 然后他说苹果那边态度傲慢 可事实上 他买那个手机 又不是从官方旗舰店买的 好像是授权店买的 所以这里头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我现在不是说 他这件事谁是谁非 而是他公开在苹果店门口砸手机 这个事能传的满网都是 回头想一想 之前为什么有那么多 特斯拉在中国杀不住车的新闻 特斯拉在中国的各种样的丑闻 自然杀不住车 这个那个的丑闻不停的爆出来 其实大家关注这类新闻的就会知道 电动车自然每天都在发生 而且品牌根本就不限时特斯拉 但是别的品牌的新闻 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手机也是一样 手机出问题不只是苹果 但是苹果的问题有流量 再一个就是其他手机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问题 你也看不到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舆论环境 然后大家在这件事情上 好像就完全接受了这个舆论环境所传达的这种信息 平方手机质量不好 特斯拉汽车刹车不灵 等等等等 我们所谓的国产品牌质量就那么好吗 只不过在新闻里头质量好 但是返回到真正的消费者手里 事实又跟网上大相径庭 这种现象不是存在于某一个行业 而是大量的存在于各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成年人 大家是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的 而不是现在好像站出来痛骂苹果 就是所谓的正确一样 你一定要这样 你的姿势才是对的 我作为常年的苹果用户 我觉得苹果手机挺好用的 我也没有说安卓就都是垃圾 我觉得你选择什么样的手机品牌 是你个人的事情 而且国产手机品牌也不止只有华为一个 为什么总是要把这两个事情对立起来 而且为什么总要把国产和进口品牌对立起来 进口品牌没有说我是进口 你为什么国产的时候老要说 各个品牌老要说什么国货 你要真有底气 你就不要拿国货来做幌子 你真正产品能打 你不用民族情怀在里面 而且尤其是手机 你这本身这里面有很多的零配件 你就做不到国产 别跟我说什么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国产 别人家说什么你都信 就像像李刚刚说5G有问题 好像这就都是真理了一样 他只不过是一个消费者 还有大量的消费者认为没有问题 所以他不是结论 所以现在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说苹果手机用户是社会底层也好 说苹果手机用户是人傻千多也好 说苹果手机用户不爱国也好 这些都是话术 这些都是有目的的宣传 所以大家应该擦亮眼睛 我觉得买什么手机是个人的自由 用什么手机跟是否是社会底层没有关系 但是你用用什么手机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社会底层 你这个人的思维恐怕才是社会底层